- 威勒邨浪人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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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紅局十人局有戲規則 - 遊戲公十人參與 - 紛維正義聯盟以及邪惡陣營兩大勢力 - 邪惡陣營有狼王 - 狼人和引狼造成 - 邪勒邨浪人殺 - 默憒烏陣營有紅 - 女武 - 鹵勒烏陣營透 - 騎士 - 或圖騙 - 特定邪惡邨浪人殺 - ��處邨穌奫 - 佳 gün - 女友 - 上次派打牌 - 浪女浪 狼女嗎? 狼女? 是要給別人的 你呢? 你也有個名字 你是我 就是別人不會有個名字 你也叫豪Dee 看得了嗎? 看得了嗎? 很緊張 大家都不看吧? 看得了嗎? 有點緊張 死我了,冷輕鬆 3號認中 3號真的認中 3號認中 我還在殘留上一局 天黑,請閉眼 狼人,請開眼 請確認彼此身份 狼人,請殺人 3號認中 嘩,這麼冷靜 那些很像狼 那些很像狼 那些很像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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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開始說話 請控制 等著等著等著 只不過我說話 狼人請殺人 狼人請閉眼 女巫請開眼 今晚她死了 你會不會救她呢 你會不會用毒藥 你想毒誰呢 女巫請閉眼 紅請開眼 紅請閉眼 獵人請開眼 獵人請閉眼 騎士請開眼 天光請開眼 今晚是平安爺 請8號開始開眼 你呀八公 哈哈哈哈 可能一個 先講一些場外資訊 剛才狼人殺人殺了很久 根據我跟他們玩這麼多的經驗 通常男生做狼人很快就一人死了 所以我今次會把狼坑 放在這麼多位女性的團員身上 然後就沒有什麼其他場外經驗 我會怎樣 1 3 7 10號 我會怎樣 今次的懷疑 不是馬上休息 懷疑 問好了 Pass 9個玩家發現 那我講RV拍過程中 其實RV到四個 他每一次都是 他做了很多小動作 然後就 有點緊 四個 冷輕鬆 你做的動作感覺上 我都放個問號 RV拍過程中 然後三個也是 三個上一波 我也有看到他 很天真 但現在三個也是比較凝重 有少許凝重 然後其他又沒有什麼 我現在就不打擾10號 因為上一波好像 屈了他 然後 6號 真的要著重聽 這個男人 不可信 加一個 加一個 不要那麼容易相信 對 然後8號說話都正路 對 沒什麼特別 第二個位置 發言 Pass OK 我是10號 謝謝你今次不屈我 我今次也是好人 還有 想說回RV拍 RV拍覺得 1、2、3、6 有些凝重 當然沒有笑 這波 不知為何 我剛才說 通常輕鬆一點 我就會覺得 你會開心一點 好像你有沒有特別好 注重去看別人的拍 不是 小小懷疑 聽你發現 不想亂地踩人 還有剛剛 我不是紅 但沒有紅桿 我覺得紅一定要出來 正視視角 還有 我自己覺得 最近三號比剛剛那波緊張一點 因為上一波 你真的有些 做到什麼事 根本就有些 小小小小緊張 可能是非神職狼 可能是神 不知道 但我覺得8號有點無稽 憑你那個野獸直覺又怎樣 有些女性出來 我就覺得 這個好像沒話說話來說 有一點懷疑 不過都是好的 通常在廣場我的時候 偏好人多 以經驗來說 所以暫且 偏好兼問好 問好 有些怪怪的 暫時真的沒有資訊 我希望有人正視過 我是一個好人 過 一號 玩家發言 剛剛殺狼的時候 覺得有點耐 我自己斷猜 要不就是 平時少做狼的人 或是大家不太好朋友的人 因為 其實如果玩開的 JoCo Jacky Lo 霍哥 Jacky Lee 他們會比較 很快殺人 如果有他們躲著 他們一定是 一定會殺 你竟然說我玩狼 好 好 有 是嗎 有邏輯性問題 我自己覺得 可能他們以外的人 可以考慮一下 我剛剛是超排 體育排 然後我每一個每一個 這樣看 我只是看了JoCo 因為JoCo 立刻 這樣一掃 喉著我 看得了嗎 我想看看你怎樣說話 看看你是好人還是什麼 因為你這個明顯反應 你是好人 一是就是狼 所以我想看看你先說什麼 挺好的 全場唯一 真男人 好 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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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不…我見第三個 大家好像有點累 真的沒有 所以我要說一些… 你是唯一… 這樣 為什麼我一來到看她 其實多姐 最難… 最難看得… 尤其是Dee 只有一個 最難看得… 最難看得… 所以我就多用時間去看一看多姐 但我剛才拍了V3568 我是其實Forg的 你這場不太行 你很緊張 投我出去 不像正氣 臉都紅了 上了一拋什麼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我對你這場不太好 我也想看看紅 看看可以正好我們有哪兩個好人視野 我假設紅旁邊沒有隱囊 最優解是 34567裡面其中一隻是紅 因為我們前面沒有人跳 紅沒有叫 證明她旁邊 假設最優解就是她旁邊兩個都是好人 連續三個好人坐在一起 現在只可以說到這麼多 我都沒有太多自信 因為VIPER也是三 蘇琳我怎樣 因為我每次蘇琳都很嘻嘻 但這次真的有少許凝重 我都已經是蘇琳 所以Pass 3號 好 3號玩家發言 我要澄清我只不過有平民 因為太多人踩我 9號、10號和2號都說過我 所以我一定要澄清 我覺得2號是向好的 因為她有排除來找紅出來 8號其實我看她第一個起床 一下子踩了我們4位女士 我覺得她好像 不太定 我有點懷疑8號 而1號她有說到 點了幾個人出來 這麼好反點幾個人 1號她認為是10號 8號 5號 4號、3號 都是有懷疑 就是 那是有問題的 3號我是好人 我不會去想 4號其實我挺懷疑她的 因為我們 天他的時候 這兩個是有自信在說話的 當狼在殺人的時候 阿豪Dee動靜太多 然後8號都問好的 暫時是這樣 這兩位我是踩 PASS 好 4號 換家發言 那其實我就是 好人 那 其實我的動靜 因為我現在玩完之後 我覺得 理性分析才是最重要 我覺得我的狀態是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我怎樣 你們覺得我怎樣 對了 你們不可以說話 Sorry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偏輕鬆 那 8 你自己說什麼 給我感覺 偏理性就是10號 還有2號的感覺 因為他分析出來是偏理性的 那我會分送他們 至於2號有懷疑 有踩過8號 有看到8號 他給他的反應 我自己覺得是 有點虛 好像有點刺中了一些東西 3號本街有懷疑過我 那其實 真的不用懷疑我 OK 正能量寶寶 有沒有 蛤 正能量寶寶 搞什麼 對 好人 正能量寶寶 OK 我覺得 我不攻擊誰 那我就 說回我看到的東西 好 PASS 5號玩家發言 我現在聽過剛剛的發言之後 我是覺得2號和3號 是我的好人位 因為2號他 他說什麼 1點 我忘記了 我踢了一踢 我忘記了他說什麼 3號認識反點 這件事令我很驚訝 如果他是一個狼的話 他不會做到反點這個效果出來 其實入夜的時候 狼人是殺很久 都沒殺到人 還有叫狼人 情況認身分是叫了很久 所以這個我是嚴重懷疑 7號是其中一隻狼 我真的有可能 我真的懷疑他現在睡 他剛剛睡著了 對 他平時真的有可能做得出 所以7號我先給他一個大的水吧 加上現在 我說完的話 6、7還未發言 熊還未跳出來 所以我也很期待 熊跳出來有什麼可以說 我 好 是我了 我今次終於做了一個神職 我是熊 我是全場唯一真熊 刺刺刺 我是熊 刺刺 全場唯一真熊 先說一下 我覺得前面發言 我跟五號觀念大部分都相同 因為我聽完2、3 我覺得2、3是鐵譜 甚至9號說了一個數據庫的邏輯 即是說以往狼人是怎樣 Jacky Lee 做狼人 以往很少用 我跟Jacky Lee 都玩過 我都仰慕了他很久 反而他很狼 反而他很狼 他很害怕 沒什麼說話就帶過就算了 很少說一些以往數據庫的形式 2號的狀態 我心目中 因為我都很懂看2號的狀態 2號做狼的狀態是很明顯的 3號竟然會反點論 我真的覺得這招很厲害 然後2、3 究竟在我心目中大部分都是好人 而且我是紅 5號我問牌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記得我說你挺輕鬆的 而5號因為剛剛跟我的觀念都很像 他一來就說2、3是好人位 雖然我還沒聽7號 我不知道7號會不會是隱狼 但還是遲一點才判 還有我還想說一個很鐵定的東西 可能你說我反邏輯還是什麼 因為狼人剛才殺那麼久 就是我一定不是狼人 就是我殺人好果斷 然後在我心目中 2、3、5、9一定是好人 而4號剛剛就有個正能量補寶論 都還沒知道 因為4號好的點是3號有踩4號 但4號沒有回踩3號 而2、3 就是我認為的好人節省 都同時踩8 難道真的要出這個8 因為8其實真的有點無斷 我覺得他憑殺人殺得很久 而歸了1、3、7、10 有可而出來 因為平時霍蓋是很尊重女性 現在竟然說女性是壞人 但我不知道默衛兒投射一個好人是否… 10同1我還沒看得出 狼就出是1480 7容錯 因為7始終… 因為我聽了5而已 就是這樣 我聽一下… 你鬼票 對,我聽一下你鬼票,獨鬧吧 太過女了 什麼意思 太過女了 OK 你來 不是紅 現在是鐵紅了 6號 很多人碰到這張8號 其實我反而覺得8號是好 因為… 他沒有隊友 即是好像… 除非是那些… 硬被人推出去 但其實我覺得他發現 有聊到場外 我覺得反而是… 而且他第一個說話 我還沒去到這一回合要投他 所以我覺得8號是… 我這裡是橫號 我現在… 太過分了 因為其實我挺喜歡6號的 因為他前面2、3號 我也覺得挺好的 反而我是覺得… 現在我有寫… 因為1號我寫了普普通通 他也是踩下8號 其實沒什麼太重點 其實我現在也是問號 1、4、10 因為我覺得4號剛開始是挺好的 他有跟蘇琳對話一點點 但其實他之後有… 偏緊張的 即是… 收尾的時候 所以… 我想再聽 我真是好人 我不知道5號是否造成那個隱狼 查一下狼有沒有殺這個熊 我… 我不歸票的 因為剛剛6號有歸到8號 但其實… 我又覺得8號是還好的 所以… 自由投票 我也是那句 請進行投票 3… 2… 1… 請投票 喔… 嘩… 你又有牌了 天黑請閉眼 狼人請開眼 狼人請殺人 狼人請殺人 女毛請開眼 女毛請開眼 你會不會用毒藥 你想毒誰呢 女毛請閉眼 天光請開眼 2號… 淘汰 請前往淘汰區 請3號開始發言 請3號開始發言 呃… 我… 這一局呢 我都是不改 我都是覺得4號和8號的 因為剛剛我發現 都幾多人很驚訝 為什麼JCW會走 她們兩個是最沒有反應的 兩個都是這樣搭著 請前往淘汰區 請3號開始發言 5號不知道為什麼 重踩7號 剛剛聽完7號的發表之後 我覺得她是一個好人 她沒有太多的鋪牌 也沒有上規票 所以我現在有點懷疑 5號我想一會聽一聽她的發言 嗯… Pass 4號換家發言 4號換家發言 你旁邊的正男兩寶寶 那… 喂…其實真的… 真的… 真的… 不需要懷疑我 我真的想大家好人陣營 明朗一點 首先 我自己為什麼會覺得 JCW2號換家出去的時候 我會覺得 不驚喜 因為她是好人 也沒有被人懷疑過 殺她我覺得很正常 對於我來說 剛剛才給我的感覺 6號呢 我上面是鐵紅 6號也是偏好 5號 對 有… 哈哈 剛剛有說話 有說話 對 不知為什麼 我很喜歡徐波逐流 然後說一說話 要留意一下你 有一點懷疑 習慣了 習慣了 但你剛才說 我和8號是沒有驚喜的樣子 我覺得 其他人都是 我就一定撇除了我 8號沒有驚喜的樣子 你就看看她怎麼解釋 聽聽她的發言 5號 5號 玩家發現 其實我現在 都是 心目中 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一件事 因為 整件事很迷糊 我覺得 那我先說一下 3號剛剛說我 其實我沒有說怎麼重踩 7號只是拋個睡袋給她 就想聽聽她的發言 但現在令到我有件事很可疑 為什麼 6號沒有死 4號是2號 我在想一件事 會不會是狼人陣營 知道7號是那隻隱狼 想放她在那裡 利用這隻熊 令到她製造一個隱狼的位置 我會這樣想 不知道是不是 其實這件事不應該盤 但我也想說出來 對啦 我也想看下 後面的發言 過 我覺得 挺聰明的 我覺得狼人不殺我 就是 首先我現在 第一個懷疑的狼人陣營 是8號 我覺得8號應該都是 飽成了像鐵狼 因為2號 2號走 2號其實 剛剛整個 只是重踩了8 那8號你要跳身份 如果你不跳身份的話 你跳身份再看你狀態如何 如果不是就在裡面出 然後騎士 我希望2號不是騎士 如果騎士還在的話 其實應該要盤牌撞 就一定要 那我建議其實 都可以撞8 或者撞1 老實說 就是我可以撞8 或者撞1 因為2號死了 1號成為歸票位 那我上一局 在我心目中 其實1都是一個狼的可疑性 就是 一來其實她的位置 沒有怎麼說太多 她只是說 狼殺的速度快 一定不是誰誰 其實沒有太多的資訊 還有 在我心目中 其實今部份4號 是入了好人 就是我心目中 還有你們3、4 我跟你們說 我以紅的身份 不用懷疑 因為我覺得不是好人牌 然後反而 反而7號呢 我也有少少懷疑 因為7號有補到這張8號 在這個位置 就是我上次說 1、4、80有可疑 然後你就補了這8號 直接說1、4、10 還有 始終沒有殺我 你做隱朗的可疑 其實是有在的 而90 都是要再說得多 就是我現在 暫時我比較懷疑 是8和1 就是在我心目中 那騎士可以出來 真的撞一下 8號 一定要跳身份 我看一下你什麼 就是我最懷疑是8 其次就是1 然後7都要好好表水一下 Pass 好 我是7號 其實我剛剛明白5號 她不是說 她不是說你不是紅 她是說 跟你的狼羞一樣 就是放我 就是狼不殺 你放我 那是不是造成我隱朗 但是在我那裡 會不會 你也有可能 將你造成隱朗 我和你是同一個身份的位置 但其實她是 在我 我覺得5是偏好的 4我也寫了 她是出了坑 因為她剛剛 她說 如果是不用殺 什麼不需要驚訝 因為殺 她覺得 她可以被人做 那個 推的位置 但是 她有說到這些出來 我是覺得她好 所以 因為我剛剛 你說我補8 其實我純粹覺得 因為她沒有隊友 加上她是第一個發言 我覺得未至於 第一回合要投她 所以我才是少補了她 我不是大步 今次都要聽她再發言 其實 剛剛聽起來 我覺得 3 4 5 6 7 這裏都是好的 唯有是 10 4 出坑 我唯有 9 我覺得 再聽 8 少進坑 但其實我可以再聽一下 對 過了 PASS 唉 叫我拍身份有沒有拍 我是一個平民來的 拍了出來 為甚麼 認證了一句話 就是一個好人 做了一點點事 就會被人捉著來咬 而一個壞人做了一點點好事 就會被人捧到上天 喂 那我沒有線索 我怎樣正氣啊 大哥 我第一個 我第一個黃金白水 用不需要點死這條女孩出來呢 我是真的這樣認為 但我真的這樣認為 大家都會坐著我 過完第一回合之後 我加深了這個認譽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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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k B 不停在補我 但我剛才跟多姐做完一招狼 剛才跟多姐做完一招狼 我知道多姐做狼的樣子是怎樣的全程 他會不斷跟狼隊友溝通 然後呢 多姐剛才跟我玩第一招的時候 他在下面不斷 喂 對 說清楚 就是說他會不斷跟我的眼神交流 即是既然不是你在下面按他 然後我沒有按 然後我就不斷看 我沒有按 因為這邊有三個目標 我一直按 多姐是... 多姐是... 多姐 多姐是會跟Lockby 有眼神的交流 然後問是否是BAR的 Lockby答應他 Lockby答應他 如果Alex這樣說 為什麼不殺痕痕 我覺得你是隱狼 但他在我心中跟多姐太多交流 我覺得他才是隱狼 我心目中 我不是說什麼女生 男生等等 但現在心目中他兩個 是我的狼坑 我講完了 8號的正氣 又好像出來一樣 也不知道 我先不說 但我盤2號死了 其實很簡單 可能是1號歸票位 最有可能性就是這樣 6號沒理由跳那場 還不圖 而且... 其實3號 3號不用多說 整件事都非常正氣 而且他剛剛是反向來側 盤那件事 其實3號一開始已經認定好 2號死了就不用盤 沒理由玩智刀 對不對 4號… 智刀又沒有帶人走 不好意思,很收益 對嗎 又對 所以我不判2號和4號 那一刻 其實他沒有什麼 特別很大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認為 我們自己輪遲在這裡 除非 那些狼要塗紋 但沒必要塗紋 所以... 去到4號 其實現在 如果排坑來說 14 剛剛打算排8 但8號的範圍 OK 148 我不判隱狼先 所以1480 我這樣放 沒辦法 現在沒位 又要先放回狼坑 所以剛剛5號他提了一個 很奇怪的位置 就是 就算6號死了 那6號也是紅 那7號其實都是 就是 好人的位置 或者隱狼的位置 都不會更加提升 你明白的意思嗎 因為只有6號是隱 只有6號是紅 所以就在想 會不會是1號 他們要塗2號 然後給1號做歸票 所以狼坑剩下 不判隱狼的情況下 14 10 出兩浪 Pass 先說回 我是好人 還有剛剛蘇琳有說 2號出去的時候 4 是否4 沒有驚訝 都沒有驚訝 因為 我剛剛聽完你發現 最重要的是 你說我 其實 還有你比了場外 我覺得3號真的好 在我心目中 剛剛前一刻 我真的很想頭8號走 但你剛剛發言 又很正氣 真的 我真的很喜歡你 突然之間 我回來了 我沒話可說 搞到你這個狀態 我又覺得 好像又沒輪到你 所以我反而會懷疑 1號 但 好像又真的 而且 剛剛聽了幾回合 覺得Nobby的發言 有點亂 如果真的要判隱狼 你真的挺像那隻隱狼 對 你又補人 還有說話 我也不知道聽到什麼 所以就是 對比5號和7號 5號好過你很多 我只是覺得 聽1號說什麼 我應該今晚是一同八出的 但是 看看誰比較差 剛剛 其實我跟R的觀點一樣 為什麼2號走的時候 大家是很驚訝的 可能覺得未必是她走 還是 但是那一刻 因為2號只踩到8號 我跟R想的一樣 所以 我自己是想法是有8號 我自己覺得4號是有點療爆了 因為其實剛剛蘇林 她是說 她會聽150 著重聽我們150 會怎樣說話 但是豪D 她發言的時候 她就會說 2號她沒有驚訝 也都 重複了幾次 說什麼不要懷疑她 不要什麼 你說這些是OK的 但是 你說到這些話的時候 你不說 你自己是有一個 什麼身份的話 就很奇怪 你明白嗎 我覺得5號盤那個是 的邏輯是挺正的 就是她會說 很正 就是她會說 為什麼不殺紅 然後我也覺得 對啊 但是 但是 全場只有5號和9號說話 比較有邏輯 他們那個邏輯是狼人的邏輯 5號為什麼會想到 不殺紅的話會有隱狼呢 這個是視覺太廣的定義 然後 9號她剛剛說 殺了2號做一個龜票 為什麼她又會這樣想呢 除了她自己是狼人 可能想撥一個人出去 然後說這個 給誰做龜票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上一部不是很出的人 所以我自己會想 加上9號 其實她說了一件事 很有趣 她說1.4.10會出兩狼 兩狼 你想想 視覺太廣了 我自己排的狼坑是 4.5.7.8.9 因為5和9太有邏輯 然後5和7在紅旁 有可能是人狼 有可能兩個都是好人 不知道 但是5號盤那件事挺好 她是裡面最 即是她兩個中 是最有邏輯的 所以我自己在想 呃 我自己覺得 4號 其實下一回合可以說得清楚 說一下 為什麼不殺你的原因 或者怎樣 即是你是幫到人 還是你是一個平民 我覺得你下一回合可以說這件事 然後我覺得這一回合可能 5.9 我自己覺得 因為她兩個是最有狼視覺的人 然後6號一定是好人 那10號我自己覺得是好人 請進行投票 3 2 1 請投票 1號 淘汰請發表遺言 我都拍了身份 我是平民 即是你們自己去想想 我覺得應該沒什麼影響我的 但就大家自己想想 請前往淘汰區 2 2 3 3 2 3 2 3 4 4 4 5 5 狼人請閉眼,女巫請開眼,你會不會用毒藥?你想毒誰呢? 女巫請閉眼,天光請開眼,3號淘汰請前往淘汰區 請4號開始閉眼 讓大家重溫一下票型 剛才6,7,8,10,投了1 其實我本身也是想投1,但我還是有點動搖 因為其實我一開口說我已經寫了它 因為其實它剛才有說到我說的觀點 它是利用一個歸票位去說出來的那件事 擾亂了大家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說出來,我是沒有特意去拋自己身份有多正氣 我純粹解釋一下,足以好出去 對我來說不算很驚喜 剛剛有個票型就是3號是頭4的 2,1,請投票 3號就...因為它一直由頭到尾懷疑我 我覺得不奇怪,9號是頭4的 這個也會令到我對狗有一個疑問 即是它突然之間會... 不過它一開始也有懷疑我 對,它一開始就已經有懷疑我 即是動作、肢體那些東西 所以我都覺得它一開始已經被黑板印象 被自己已經定死了 我就是那隻狼,我還沒定 所以你說我... 唉呀,那次就很廢 真的很恐怖 真的,哪個一起狼呢? 真的... 真的... 喂! 可污蛤啊 其實5-7就沒有投進去 因為它不想被6擴散的範圍 去確定更多人 殺了5,如果被狼 擴散出去又沒有叫到 就被它知道我不是狼 我就是好人 我自己這樣說 那5其實會在我心目中都會是好 唉呀,不知道 哇,我辛苦了,休息一會,休息一陣 PASS 5號眼間發言,其實4號剛剛說到 誰是狼呢? 歌一下已經斷定4號最有可能是狼的 歌一下不像一個真情流露的問誰是狼 我一直都記錄筆記,但4號那行筆記 我一直都記錄不到東西 我不是說廢了嗎? 我先不判7號不是一隻隱狼 我自己既然來到這個地步 不如先跳個身份吧 我是獵人 我是獵人,首先 因為假如我死了,有技能發動 紅在旁邊 我已經不是一個隱狼 我肯定是一個好人 我這樣跳出來 所以我覺得我的狼位是4號 對了,過了 狼應該是178 178 首先,其實我沒有懷疑過你們兩個 不要懷疑4號 我覺得在我心目中,4、5都是好人 那為什麼是178呢? 其實有幾個位置 我一直都在想7號會不會是隱狼 因為首先,紅局沒有人看跳紅 我那時已經在想 7號有可能被人發了 他應該要看跳紅 但因為我跳了紅 他剛好在紅裡面 他應該是一隻隱狼 但到我那裡,我是做我是紅 隱狼可以潛下去 所以他就沒有跳成功是紅 7號其實在我心目中 一直我自己都在打量他 而在上一波我都有說過 其實7號有補到這張8 因為他本身 就是我狼蝦 我第一回合的時候是1480 然後他最後 他補了8 然後說了狼蝦是1440 1號是鐵狼 在我心目中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其實你剛剛都聽到他的邏輯 1號到最後其實是不知道在說什麼 就是一時又說你好 一時又說你是狼人的視覺 但有時又說你的邏輯是不錯的 而他最後,我後刻都很清楚 就是他踩的時候 1號是踩459 但他最後排的狼蝦是45789 7號是後期折下去的 這兩個是 1和9是有互打的 但是9最後沒有出1 他投了這張4 就是在我心目中 如果他狼蝦狼的 其實應該要勾到盡 在我心目中 9號是我 加上又一次用這個數據負論 就是在我心目中是好 所以其實沒問題 我覺得7號 女巫… 為什麼不出毒呢? 我在想 就是希望3號不是女巫 就是希望不會只有我們兩個神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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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沒戴 我今天沒戴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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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7是這張引狼 8是狼王 你不是成了BRA BRA 其實你最好就是自爆戴我 然後晚上殺獵人 看看是否殺得成 我不知道 我心目中7、8是狼 178 BRA PASS 我真的是一個好人 但你知不知道沒有坑位度 我也有點懷疑我自己 因為1、2、3 1、2、3 其實女巫沒有毒 我覺得是 1、2、3 夜晚死狼殺 女巫沒有用毒 我開始以為1號是狼王 因為她後面有點尿爆了 她尿這個5號的時候 其實她 好像用一個狼的邏輯去補她 但其實我覺得有點尿爆 但是我以為1號是狼王發動機能 其實我覺得7、8應該不會是我們做上衣 我們一直互踩 其實8就是一副女生 就算我補她 她也是這樣踩回我 你就是一個狼 做一個坑位 其實真的 沒有啊 我覺得4號其實不錯 你又跳了獵人 你又紅 我平民 8、9、10出兩狼 PASS 當然 其實多姐離開的時候 都已經可以弄了 Lock B 她現在一定是投Lock B 因為多姐為何後面亂了 其實是我弄死她 後面是我弄死她 前面都沒有人提過多姐 然後是我說了多姐 什麼眼神接觸我等等 然後她在後面說的時候 完全一句都沒有提過我 這個查得她最嚴重的人 她也沒有說過我 有沒有跟Lock B眼神接觸等等 她完全什麼都沒有提過 Lock B剛才也沒有說過 什麼眼神接觸那些東西等等 所以今次 即是Jekylo說 我是狼狼的 我爆了 我完全不會玩狼的 看得出的 看之前那些 我不會突然這麼厲害 接著 我覺得今次全部 是出Lock B 下一次就是她兩個看 就看9號、10號 因為如果她是隱名的話 Alex一定是好的 豪D其實我相信是好的 接著我下一次 我會看9號、10號 又是你兩個 一、兩次 這樣就… 沒什麼補充 接著今次是7號 9號玩家發言 其實真的沒有節省 我剛才說回頭四 因為我猜一號 一號是狼王 所以我回頭四號 不想一號帶到一個人走 所以現在在坑位的情況下 只剩下4號 5號跳到獵人 6號紅 4、7、10 我會排名4、7、10 今次看10號如何說話 沒什麼情況下是頭七 頭七 其實剛才10號 我已經沒怎麼記錄了 10號其實是跟1號共鞭 但10號最後是頭一號 我拿了印象中 我沒有記錄到 但她是有保10 不是10號有保1這張牌 但她只會頭1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聽錯 唉…不知道 是PASS 我想說 因為我這個動作 我是做不成狼的 假如我 除了我頭一號 她是狼王 我才有收益 因為我覺得是剛剛那個… 其實因為… 我小身份 因為我都被很多人踩 我是平民 因為1、3、7、8都跳過平民 所以我知道一定有人是假的 我覺得今晚最安全是頭七號 因為她是隱狼 怎麼說 我估計最後一隻狼 一定是狼王 因為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人帶走 所以我就會判 8號可能是那隻狼王 因為我心目中1號是鐵狼 因為她為什麼最後的風向去到59 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真的忍不住投她 如果我是她的同胞 我怎麼會還衝出去 我不會衝出去 我反而是投其他 還有機會平票 我不會去投1 我猜2號應該是騎士走 所以我的身份 我覺得更安全 所以我龜票龜七 大家看看誰還沒死 就是下一回合再判 最後狼王 我都是編了8 還是9 但是隱狼應該是7 我是這樣想的 我就龜七 請進行投票 3 2 1 請投票 7號 淘汰 請發表遺言 我真的一個平民 我不知道要解釋什麼 是啊 過一過 加油 好人 7號 淘汰 請前往淘汰區 天黑請閉眼 狼人請開眼 狼人請殺人 狼人請閉眼 女巫請開眼 你會不會用毒藥 你想毒誰呢 九號 10號 淘汰 遊戲結束 正義聯盟獲勝 你讀中了 讀中Jerky Lee I am Lomo 我刚刚在后面说 糟了Jerky Lee翻盘了 Jerky Lee一定杀了我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 你一直忍住我 就算你叫我揭身份 我都不想拍身份 因为我想真的留住 因为很迷啊 整件事 如果假设女巫没有讀中你 他死了 起床没有叫 他一定是好人 所以没有起床就会叫 我刚才想 如果推了他出来 都知道他好还是不好 但我没有跟Lobby说话 其实后面你们不用闻 没理由盘到Alex Alex铁豪 是Alex坐在红旁 都敢盘 他旁边是隐郎 没有隐郎会这样走出来 旁边的那个是隐郎 不会的 所以Lobby真的是隐郎 不是隐郎 是乱 因为他是隐郎是隐郎 隐郎是隐郎 是隐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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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bby不应该推我出来 你不应该推他 我推你 你狼王 你走你走 你要扮 你要扮 我不是要扮 我们不可以同队 你是直觉 反何瞬 你弄到整个团队好多云 你怎样 你说一套理论 还有人都会再反 但其实很聪明 封死了这一边的线 全部这边基本上是好的 然后要把这边 留在这边守着 然后 我真的有机会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逻辑 又是一个逻辑 原来我阻止了 你和那边是相同的 他完全阻止了 我看不到我们的队友 OK 那我们都照顾MVP 这个 有时候是MVP 想想 是 想想 好 预备 3 2 1 投票 投豪迪 他读到 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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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读到 你为何读他 真的有分析过 不如你分析 还是读狗 我纯粹都是很简单的分析 就是 9号和8号来说 9号的杀意是大一点 我感觉到 因为他一开始已经点了3 4 但3其实是好人 4其实他都是 一天捉到小动作 因为你保他 所以我觉得8号是狼 因为你不断保8 是啊 拉关系 厉害啊 女巫 惹啊 我待会前面 我待会前面平民 不让你知道有什么 我继续扮狼 真可憐 我杀得很漂亮 杀骑士 不是 因为我第二个一定是 我都说明 狼在外置位 我一定是找过三个狀 好 那大家如果心目中有MVP 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美女浪 就差不多了 好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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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Yellow 如果你们喜欢这条影片 就记得like 和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又终于暗门下面的钟仔 要不然就 人家 我知道你 那个暗门的 就是反抗 反抗 反抗肥 看到了